机密驾到 到底谁是机密呢 就是本尊 欢迎回来《活在五点》 那么在节目的 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和刘佳妍也讲到了 今天是学校的最后一天 明天就要放暑假了 那么在暑假里面 孩子们应该是 有适当的体育锻炼 那么不要整天 关在家里面 来打游戏 睡觉 那么今天就非常的应景 我们请到了 这个打羽毛球的教练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的这个 KC羽毛球夏令营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了曹晨主教练 还有叶仲恩高级教练 两位先生 欢迎二位 您好 那么节目的一开始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吧 曹教练 请大家好 那个我是曹晨 以前国家的羽毛球队的 一个运动员 然后现在自己在 多争多开了自己的球馆 然后我们是刚刚成立 不到两年 然后就是在上一年的 那个安省的锦标赛上面 我们拿了全省的冠军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羽毛球馆 已经有两年的这个历史了 那么这个学生大概都是一个什么年龄层的 学生的话基本上我们主要是以小朋友为主 就是青少年为主 从我们最小的话有六岁开始 五岁半开始 然后大一点的话就是十几岁这样子 我们主要是以那个青少年培养 培养群联为主 那么您觉得教小孩子打羽毛球最难的是什么 其实也不说难的主要是有的时候需要让他们多一点的专注 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子不是那么的专心 对因为他们学的东西比较多嘛 所以主要是多一点耐心对他们 他们应该会都会成为 那有时候累了小孩子会不会就比较难教 还可以 因为他们如果知道他们喜欢的话 他们会就是整天都都泡在羽毛球场上 如果他们不喜欢的话那就比较麻烦 就比较麻烦了 就教起来也比较困难 那您觉得就是练习打羽毛球 对于小孩子来说最好的方面是什么呢 打羽毛球就是他可以就是全身的运动 然后呢可以帮助他们长高啊 因为他们经常一直要在跳啊 要动啊 然后可以就是帮他们减减肥啊 如果小孩子比较胖的话 对就是羽毛球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全面精神的一个运动 那其实我作为一个就是普通的民众 我觉得打羽毛球是有一个拍子 有一个球就可以后来后续能打 但其实是不是不是这样的 他也讲究一些动作啊 讲一些技战术啊一些的 对就是如果只是一个锻炼来讲的话呢 这样打打其实也可以 但是主要就是如果你打得比较多的话呢 就会容易受伤 如果动作不对 技巧不对的话就容易受伤 比如说腰啊肩啊手腕啊 因为那个发力不正确的话 就很容易造成那些不必要的损伤 所以就是说在业余在玩在娱乐的同时 还是要注意一些稍微一些专业的技巧 所以还是学一学有好处 对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开了这样的俱乐部 给大家给特别是小朋友啊 一个正确的引导 引导他们怎么样去打好羽毛球 那我们华人 可以说中国是羽毛球大国了 在国内有很多这个羽毛球很流行的 很流行的一种运动 那您觉得在加拿大这个羽毛球运动 是不是还发展的不是那么像国内一样 现在慢慢开始慢慢热起来了 就是刚刚我刚刚来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热 因为在北美的话这个运动文化还不是那么深 现在但是随着移民慢慢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个运动现在慢慢受到大家的喜爱 就是打球的人也越来越多 现在学校里面啊我们场地里面 好多晚上基本上都是满的 那学生里面有这个西人吗 就是外国人吗 他们比较少 比较少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区我觉得 可能他们来到华人的基地上打球的话 也比较受限制 交流啊一些 而且我觉得这个羽毛球不仅是一个单人的运动 而且两个人如果配合双打的话 也可以配合这个默契和团队合作的精神 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 特别是双打 双打跟混双 就是不光是自己打自己的 你要根据同伴的走位啊 去配合你同伴的球路啊 其实这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配合默契 配合默契 团队运动 那除了这个青少年之外 我们的这个羽毛球馆有没有 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学生呢 有有现在现在就是说打羽毛球 随着打羽毛球的人慢慢越来越多 那个学球的人也慢慢越来越多 嗯 有些成年人他们比如说 嗯 周末啊 或是白天如果有空的话 他们都会过来学球 那您觉得这个年纪大一点的这个学生和年纪小一点的学生 教起来的这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嗯 区别啊 就 其实 不要让他伤到 没有 其实大人的话呢 他们就是理解能力更强一点 嗯 嗯 可能吸手能力更快一点 但是就是说 那不能跟小孩子一样 嗯 那种那种大量的运动训练 那样就会容易受伤 嗯 其实像陈仁来讲的话 他们主要是一些技巧方面的 改进啊 比如说动作啊 然后出出汗啊 这样子 嗯 就是以那种健身为主了 叶教练从刚才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讲到话 因为叶教练是讲广东话的 今天在这儿有点没有用武之地啊 那叶教练您到这个球馆有多长时间啊 嗯 可能用广东话定语 可以 好多讲广东话的 好 好的 嗯 我在这儿出生的 嗯 嗯 跟着啊 几次同一样 是啊 嗯 都有两三年左右 哇 那之前取得过什么样的成绩 嗯 学生 呃 呃 游某卡 是啊 哈哈哈哈 对啊 嗯 在Manduin Badminton 嗯 我以前开始跟吵架 吵架 嗯 会不会觉得很难教啊 我之前也拿过像全国那种大学生冠军啊 自己都是之前是很专业的运动员 专业的运动员 会不会觉得小孩子很难教啊 嗯 嗯 都可以的 他们想学就容易一些 嗯 他们一懒啊 不想走啊就懒一些 对啊 对于 因为同学教练好像有一点有好学 我在这边讲广东话 我听到我们的那个主控室里面的同事都在笑我 今天这个访谈真的比较有意思 那继续还是回到这个陶教练身上 因为让叶教练讲这有点困难 那么之前这个我们的学生都获得过一些什么样的成绩 我们现在像上一年的话 我们这边有两个全国冠军 就是在全国的那种请标赛上面 16岁组的全国冠军 然后他们还去了那个泛美运动会 拿了一个第二 然后上一年我们整个安省的比赛 我们都拿了应该是拿的分是最多的 我还特别的查了一下这个羽毛球馆的这个资料 好像拿了好几十块奖牌啊 对 好几多学生们真的都是很争气的 对他们自己比较努力 然后我们教练员也比较用心去教练 那都是什么时候来进行这个训练呢 都是他们下完课以后 都是业余的时间 对 那泛美运动会又要开了 2015年又要开了 有没有什么计划 计划还是有 但是现在还比较长 我们还在慢慢慢慢走这个路 对 学生们这个学习羽毛球的这个热情会不会很高涨啊 会啊 他们第一个主要是他们喜欢 我们会安排一些比较比较兴趣的东西 让他们先从兴趣开始 比如说像那些刚刚开始学的那些小朋友 先让他们培养这个方面的兴趣 然后呢 再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带到比较专业的这种路上去 嗯 这就是在这个 也是一种运动精神啊 对 你学起来就不要放弃嘛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不管学什么 不管是学羽毛球啊 学什么其他东西啊 或者是上课啊 就是说你既然学了 你就把它学好 嗯 对不对 不是说一定要去成为一个冠军啊 或者怎么样 这种精神非常重要 嗯 您在之前也是在国家队里打过的是不是 我知道 您是打双打的 对 是不是 我是有做功课的 嗯 所以看这个曹教练也是非常专业了 那么也是 让这个小孩子可以在学打羽毛球的时候 从这个打羽毛球的这个里面 学会专注啊 那么可以把这种精神带到这个课堂上面 让他们专注一些 而且平时的交往的时候 可以更加注重这个团队的合作精神 那么练羽毛球同时也可以让这个身体更好 夏天了嘛 也别总是在家里面 你家长也不喜欢孩子 总是在家里面打游戏啊 睡觉啊 那么好的 节目的最后 您跟我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号召一下吧 到夏天了要把体育运动搞起来 嗯 对就是希望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特别是小孩子 嗯 你们就是放暑假了 当然这个时间也比较宝贵 都想在家里面休息一下 嗯 但是还是要注意锻炼身体 那个尽量去湖外动一动啊 或者是到我们科西羽毛球馆来 看一下我们的训练营啊 哦 有对 有这个训练营 有那个 对 下午四点 嗯 对 全天的这种summer camp 几号到几号呢 还是每一天都 每天都有 我们从7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 嗯 从7月1号开始上午的 上午的9点 到下午的4点 那么是专门针对这个青少年 对 就青少年的这种 嗯 就是刚开始打球的这种 业余选手开始准备的 那么如果想报名要 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报名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的网站 就是3W KC Veminent Club 嗯 就是在我们电视屏幕上面 打出的这个网站 如果电视系统 观众朋友们 还有家长朋友们 家里面有这个小孩子们 放暑假了 那么也要给孩子制定一些计划 那么打羽毛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正好这个 曹教练这边有一个 羽毛球的夏令营 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呢 那么欢迎家长们 带自己的小孩子来进行一下体育锻炼了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那么好 我们现在激动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活在5点